大家好,我是Alan 给大家汇报一下下训第14周的训练情况 这周一共4个keyrun 总目标是尽量完成关键跑,并多休息 周二是5成600米的间隔跑 在BCSS操场完成 第一个有点开小拆,没有完全启动 后边几个完成得不错 总距离10公里,比计划少4公里 那天天气闷热,还有点背痛 完成后Garman告诉我乳酸育脂跑进步了 呵呵,我信你个鬼 周三23公里ML2,天气还是闷热 考虑到这周需要休息,我把配速射低了 平均配速4分48,心跳在141 周六2no,还是在BCSS 目标8公里,天气还是闷热 只完成了6公里 这是一群强人所难 这是一群强人所难,给他们点赞 周日群跑地点在Markham的美丽金公园 因为最近30公里以上的长距离完成的比较少 今天特地延长到30公里 加上2公里热身,一共32公里 其中26到28公里把速度提高到3分55秒左右 完成的还是算可以 以上是本周的训练情况 本周跑量116公里 平均配速5分钟,平均心跳136 比上周少跑了一点 同时强度低了很多 今天是跑群9147周年庆 非常热闹的大party 水战都被我们搞成嘉年华了 很多的照片,大家慢慢欣赏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